范冰冰可谓是娱乐圈民负其实的话题女王了 近来范冰冰被税务问题缠身 很长时间都没有再露面了 在这之前范冰冰也是有很多被大家议论的话题 崔永元和冯小刚、刘振云、还有范冰冰等人 就一直高居热搜榜 如今范冰冰高伐近9亿 北京也证实了穆小光涉嫌违法行为被捕 最高将面临5年的牢狱 范冰冰这些年逃了那么税 她都做什么了 事实上这些年范冰冰投资加拿大房产 赚翻了 据悉当年范冰冰看中了一套位于列志文的百年老屋 售价27万家元 她和房主夫妇达成协议 首付2万家元买下了这栋房子 两年后,范冰冰父亲这套房子全款的同时,还通过出租这套房子,获取了42万家元的租金 有公司想以37万买下被冰冰拒绝了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加拿大,范冰冰开始投资建留学生公寓 于是,她轻松市资469万家元,一举拿下多伦多大学附近的一栋7层42套房间的小高层 她将2到7层装修成简洁明快的学生公寓 一楼分割成功能区,以2万家元的价格招商 吸引了中餐馆、洗衣房、理发店和书把入住 整栋楼除去房产自身的升值 每年租金就超过60万家元 那么,范冰冰在加拿大到底赚了多少钱呢? 仅仅在2004年到2009年5年间,范冰冰投资的地产,售价已经上涨了95.5% 从第一家冰冰小站开业截止至2010年,范冰冰的投资获利超过200% 现在有传闻称,范也已经秘密派人来加拿大处理自己名下的42套房产 itel est的,范冰冰投资者